记者卓家评新北报道,台湾唯一营标赛是马拉松大赛万金时马拉松将于下周日起跑,今天于新北市政府广场举办Expo特展记者会现场结合网络人气插画剑女奶奶主事决议以及展出过去历年冠军奖杯泡仪等Expo马拉松展15日也将拉开序幕,预计邀请多名精英泡者与民众分享泡精。 网络人气插画剑女奶奶作者又二今天出席记者会记者卓家评设Expo特展预计于今起至4月13日于新北市政府广场展出结合最新AR科技下载专属APP打开手机相机对准现场的看板即可与插画家手绘的万金时著名景点特产插画人物和营标面 万金时马拉松是台湾第一个营标马拉松 目前硬体设备、媒体转播等已达到金标水准 未来若要朝金标迈进 只要邀请赛事成绩更优异的精英好手参赛 将全方面媲美金标赛事 例如全球最大的六大马拉松 马拉松Expo博览会预计15日至18日于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举办将十万金时马拉松举办至今最具规模的博览会将邀请台湾全马记录保持人许继胜 是大运女子伴马铜牌得主陈宇轩、尤雅军等名人到现场分享跑步哲学 万金时马拉松女孩穿上赛事专属商品与剑律嫩奈看板合照 记者卓家评设 新北市郊 玉局局长林亦华 左与剑律嫩奈插画作者一起合影 记者卓家评设 玉局局长林亦博